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货币银行学 夏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探稿24架 13章的历利与风险的第二个单点 那么在前面单点当中 我们已经把历利的意义 还有它的这个县值跟宗值 那么它的衡量的方式 以及我们探考到有关历利风险结构 为什么有价证件它的历利会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它有风险 那么本单点进步来探考 它风险不同 历利不同 如果是说风险相同 期限不同 为什么历利会有不同的一些观念 所以说本讲的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来了解历利其限结构的意义 第二点了解历利其限的结构形态 第三点了解历利其限的结构理论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给同学来探考 这个历利其限结构的意义这个观念 那么历利其限结构当中 当然各位同学眼睛要睁大一点 它的重点是历利的起限 所以在这个结构的定义当中 这样告诉我们 也就是说各种金融工具 在相同的风险结构下 相同风险的 也就是它的相同的微风险 流动风险 税负的风险之下 金融工具的其别的不同 产生差别的利益 那么来探考有关于 其限不同的利益的差别的关系的理论 我们叫做利益其限结构的理论 这个观念 所以利益其限结构 也是顺便进入给各个同学了解 当你在买各种有价证件时 它其别的不同 会造成利益的不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很多同学一定会想 既然风险相同 那么利益其限不同 它的利益也应该相同 为什么不同的一些利益 就常常给各位同学聊的说 当你对一个观念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时 你常常会在很模糊的观念当中 产生一个误觉 就像我常常给同学了解说 教育是给人家清醒 也就是教育 要是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清醒的人 而不是变成一个糊涂的人 但现在我发现说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 每一个人做的事 讲的话都是一些很糊涂的一些事 很糊涂的话 表示说现代人都是一个糊涂的人 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是给同学讲 这是给同学讲有关这个 利益其限结构的一个定义 它是在探考风险结构相同 但其限不同 所造成利益不同的引流的一个理论 一个观念 叫做利益其限的结构 那么再来给各位同学报告说 利益其限结构的形态 那利益其限结构当中 当然因为你风险结构都相同 因为其限不同 那一般我们都用怎样来衡量 所以通常利益其限结构形态 我们都用缩益力其限来衡量 缩益力其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直利益其限 如图形当中 同学们也可以看 重左是利益 横左是道理其限 有四条起限 等一下再给同学们解释 那么这四条起限当中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各位同学 你要先了解什么叫做缩益力 为什么这么重视缩益力 因为缩益力就是一般俗称的直利益 因为我们在购买各种有价证件 在未来的某一个期间 我们所获得报酬的种植 也就是俗称的未来子或中子 把它折承跟现在价值相等的利益 我们叫做直利益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评估 有价证件的优劣 到底是好的或不好的 是投资等级的或非投资等级的 因为有些是投资级的 有些是投机级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区别 然后按照我们风险的承担能力 来适时的适当选择 比较适合我们个性的一个金融商品 因为有些可是风险的中性者 风险中性者说你对金融工具的风险 也没有刻意地去规避 只够以平常心来看待 有些就不是风险的规避者 任何金融工具有一点风险 他就不愿意承担的 那么有些人是风险的欺避者 越有风险他越想去买 因为他要接受享受这样的一个刺激 所以每一个个性不一样 有些是保守派的 有些是积极型的 有些是保守兼积极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每一个人对风险态度的不一样 那么通常这个利率曲线结构的形态当中 我们都用缩义曲线 那么缩义曲线像图中有四种类型 好 我们现在依稀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分享 由这个分享当中 各位同学可以了解很多的意义和哲理 第一个我们叫上升型的缩义曲线 通常上升型的缩义曲线 它会向上扬 一般都把它规定比较平常的情况 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之下 有价政见的利率 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 它利率会提高 也就是说未来的情况之下 通常长期利率会大于 这个短期的利益 就是说正常的经济情况 都短 这个一般是短低长高 总共大家对未来的前景都非常乐观 对整个经济的看法也都蛮正面的 所以大家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就愿意增加长期的投资 就像我们在看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 如果你的进口比较多是一个好现象 表示人们乐意购买这些资本财 因为资本财累积就可以付出未来的庞大竞争力 生产力 所以坦白讲说 在看一个事情当中 关键就在说你对未来 像现在大家的对未来看我都比较悲观 比较悲观 对未来的经济 看我好像不是那样的好 这个是政府应该去了解的 不要说自我感觉很好 任何一个政策当我们去采用时 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地 这种政策可以吗 这个政策可行吗 这个政策可靠吗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相信各位同等 这三句又很重要 可行吗 那可以吗 可行吗 可靠吗 你这样的评估 你的政策应该都很重大 你的行为应该重归重矩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了解说 上升型缩义曲线 一般都属于常态的 但是现在变成是不常态的 因为大家在未来的宴景 充满了都非常的悲观 这表示说我们政府很多政策的施行 一定要秉持刚才所讲的那三计划 这个政策可以吗 这个政策可行吗 就是可爱吗 人民能接受吗 这个政策可靠吗 真的不降的思考 茫然的提出政策 是一个最够 真是一个最够 是要受报应的 第二个是一般所讲的下降型的 所以说一起线是向下倾行 一般比较偶然 比如说有价增见 随时间 利率随时间增长而下降 我想这是对未来经济的一个悲观 可能一些经济风暴 金融风暴等等 就对未来经济看淡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变成这种现象 包括日本很多国家 你看利率都一直在低 同学你要了解 按照卡恩斯的观 利率是生产力的象征 利率的下降是表示一个国家 生产力的象征 那是一个负面的 不是健康的现象 坦白讲利率很低 是表示你这个国家的经济体质很弱 就像说一个人 微靡 精神不振 表示你的健康发生问题了 但是你不能把利率低 当作好现象 所以我们这次偶偶的状况 变成常态 所以难怪现在人活得不开心 活得都非常的痛苦 真的 有权利的人 真的要思考 要思考 你的行为已经带给指明 很大的负担 如果你再不思考 真的 我不在这里为人耸听 这个英国的报应很重要 你说我们当老师的 有机会利用这种职业 不能胡说八道 也这样英国报应的 是不是这样 污染人家的心灵 污染人家耳朵 很重要 所以起心动念 要有助于大家 健康观念的心情 能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 为众生 来带来更大的负负负责 所以人的存在是 为服务他人的 你服务多少 你功德就多少 而不是在造武自己 所以现在人很该死 都自私自利 那是在自行坟墓的 所以各位同学 现在变成一个下降性 非常地糟糕 第三个西行 就是说水平行的 也说起现在是水平行的 也就是说 对整个经济看法的 一般时候讲的很平稳 说好也不好 说不好也不好 稳定的状况 所以长短几地 也差不多一样 不过坦白讲 在现实社会当中 不是你高就是我高 你低就是我低 通常要这样是很难 因为人 没潜力很谦卑 没潜很迁兮 一有潜力 一有潜 就胡为乱做了 为什么 所以说人 本来没钱 过得很稳定的生活 没潜力 过得很稳定的生活 一有潜力 就方向左板了 但是这是一个理论 一般稳定说 长短期都一样 不可能 因为经济成长各种现象 都往上提升一定的 不可能都是说一般 平稳不可能 那么再来第四种 是封状型的 所以几线先升后降 就是说初期看好 到一个顶点都会下降 所以说初期时 它的长期历历 会带短期历历 然后长短期会相等 然后短期历历 又带长期历历 就是说这种起伏 就像人世间 当然都是会起伏波动 经济也一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偶的状况 偶的状况 常有的状况 不是偶常有 也一般的上升显示正常的 下降显示是偶 那么水平型是稳定的 那么风转型是常有 常常会有这种下降 也不是常常有的 会有这种现象 当然一个国家 有很多的政策 像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最主要是说 使这个经济的成长 能够在稳定当中求发展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经济行为 所追求就是稳健 你看我们营兰法 第一条也是一样 为了追求营兰稳健的经营 你说国家也是 中央营兰的目标也是一样 为了追求 也货币价值稳定 也是中央营兰的使命 已经价值稳定 因为你货币的 如果说价值不稳定 所造成的伤害很大 我们下一个单点会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是天生的使命干 也任务所在的 所以说一国的政府 当然利率的关键是在中央银行 然后大家怎么样的 使这个利率稳定 平行来讲 现在我们利率很低 是全世界各国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整个利率的稳定上 还算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说我们 大家有一点福报 中央银行的一个 全新专利的一个付出 它有办法使我们 在这个经济上 得到金融的一个协助 而获得稳定的一个发展 当然面临很多的困境 我们可以做更好 最重要的很多的政策 没有相度的去改变 我们在通过膨胀那一章 我们再给同学做一个介绍 慢慢去思考 很多问题最怕你不思考 一思考你马上看出 一个问题所在 这是有关利率 曲线结构的一个形态 有四种 上增型的收益曲线 下降型的收益曲线 然后平行的 还有峰转的 也关键 由这些波转 来看出长短级利率的高低 进而就可以看出 未来经济的好或不好 或悲观或乐观 或稳健的一个形形 也就是透过这个收益曲线 很类似我们景气灯 是蓝灯 利灯 黄灯的一种信号 那么再来讲第三个观念 这个利率曲线结构的理论 这个利率曲线结构的理论 最主要是告诉同学 为什么金融工具的风险都相同 因为期限的不同 它会有不同的 这样一个利率的一个关系理论 也就是来探考 风险相同 因金融工具期限不同 而所造成利率差别的一个关系的理论 我们叫做利率其限的这个理论 那么通常利率其限的理论 有三种 有三种理论 那么第一种是 无偏性的议习理论 第二种理论 是一般说四长七个理论 第三种理论 也就是流动性溢价理论 那这三个理论当中 最主要是来解决 除了刚才所讲的 为什么说一几线 会有四种不同的形态以外 就是说为什么说一几线 会上升的 下降的 平行的 风转型的 的理论以外 也来解释一般有三个的命体 也就是三个现象 一般我们在实物上常常面对的 那这三个现象当中 第一个现象就是解释 是何与长短期的利益 都同向在波动 长短期 这长短期的利益 未有会同向波动 短期高 长期的利益也高 第二点的现象来解释 何与短期的利益低 所以起现向上倾斜的形状 何与短期的利益高 所以起现向下倾斜的形状 第三种 我们来解释 何与收益曲线 总是向上倾斜的形状 由这三个状况当中的 坦白讲 表示说我们经济 都属于比较健康的现象 的一个形形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来依给同姐介绍说 无偏性逸习理论 那么这个无偏性逸习理论当中 要使这个理论存在有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当然一线设计当中 有些是不切实际的 第一个是说没有交易成本 第二个是没有违约风险 第三个没有期限的偏好 比如说任何金融工具都可以完全替代 第四个 我们都可以正确地 来预测未来的利率 第五个 厂商都追求利论最大化了 是有这样的一个假设 所以常常给同学了解说 我们在探考这些理论的时候 到底这个理论可不可以用 必须将这个理论把它变成现在 可以解释的一个能力有多寡 比如说把这个理论用来解释 现在的现象有多少个解释能力 如果解释能力很低 税务能力很低 这个理论就只能做参考 如果解释能力很高 税务能力很强 我们就可以抽参考 所以说在利用这个理论当中 不要被他所迷惑困惑 而不懂得突破 不懂得应用 所以现在都变成说读书 有知识没智慧 知识是比别人读得很多 但是做起事来的方向左板 令人叹为观止 给人家感觉说 倒不如不读书 为什么书越读又没有智慧 的一个困境 那么它的意义 就是说长期再见的这个利率 在它有效期限之内 例如两年三年 所有逆期利率的一个平均值 就是说 无偏性逆期理论 无偏性逆期理论 它的利率 是所有短期益起利的平均值 例如 那五年的短期利率的平均值是5 那你五年起的 再建的利率就5 5% 如果说你十年起的 平均率是8 那十年起的 有价证件率就8% 那就很清楚了 也就是你的平均值多少 你的有价证是多少 因为我们假定所有金融工具都可以互相替代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来规划 长期再建这个利率 完全是按照 短期利率的一个 预测 来决定你长期 这样你就可以把短期和长期的利率 能够再连结在一起 那么有关于这个无偏性逆期理论 它可以用来解释 刚才所讲的三大命题当中的第一个命题 长短期利率同向波动 何以短期利率低 那么 所以起限会向上倾斜 何以短期利率高 所以起限会向下倾斜 但是它不能解释 何以 所以起限总是向上倾斜 我们现在先解释第一个 现象一 无偏性逆期利率当中解释现象 也就是命题一 何以长短期利率 随时间同向波动 为什么呢 因为 当人们预起现在利率很高 我相信将心比心同理心 你一定会预起 未来利率会更高 因为现在预起利率已经很高了 但是人们 基于他的预起的心理 认为预起会更高 因为长期利率是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你现在利率高 当然长期利率也会高 因为长期利率率也更高 所以长期利率跟短期利率会同向的波动 我想这个没有矛盾 一般我们一起说 你现在物价上涨了 你为了弥补你工资的损失 你一定要要求提高工资 问题我们的能力有限 你要求工资 人家不一定会提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力量有限 所以这些都要靠政府的力量 因为我们跟财团 绝对没有办法跟他抗抗 财团的一点点就把他们惹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二个来解释 无边相义起理论解释第二个现象 何以短期利率低 所以起限会向上倾斜 短期利率高 所以起限向下倾斜 同学要注意 这边是何以短期利率 刚才说你义起短期利率高 当然为了短期利率会更高 这个地方是说 现在利率已经很低了 将心比心 现在利率很低 未来一定有提高 就像说现在我们利率都很低 未来提高的机率很大 所以政府就要注意这个利率的问题 否则那些身负黄贷的人 就会变成悲惨的人生 因为他没有办法缴黄贷 因为现在利率很低 你借一千万才 一点二十万 如果说你给他提高百分之五就五十万 他一个月一点也赚不到五十万 你要知道怎么要交还贷 对不对 这很严重 所以 你现在利率低 未来利率一定会更高 当然长期利率会带短期利率 所以起限一定向上倾斜 现在利率高 未来利率一定会下降 因为高一定往下 这阴阳的道理 你现在高一定下 所以未来的长期利率 一定低于短期利率 就变成说一般所讲的 做一些向下倾斜 再来第二个观念 市场七格理论 这个市场七格理论 也叫做一般说 泥巴理论 这泥巴就表示说 你家跟我家 可以是完全分开 完全隔离的 表示烧 他认为说金融工具 不可能完全替代 彼此有彼此的一个 公息函数 短期利率 决定短期公息 长期利率 决定长期公息 长短期利率 不会搞在一起 叫做市场七格 那么市场七格理论当中 例如各位同学 你现在如果说 你准备除夕 是为了给一般所讲的 指你读大写试用的 你会买比较长期 有下证件 如果你的除夕 是为了年度的度假 你会买短期的 国付件 表示说市场资金 可以完全七格 完全独立 彼此都有他的公求 资金的公求函数 来决定彼此的利率 那么市场七格理论 可以用来解释 现象的三 何以 何以 需要典型的收益曲线 向上倾斜 的形状 各位同学 将心比心 一般人 比较希望 这个短期的 有价增件 短期需要多 价格当然就高 利率就比较便宜 长期的需要少 价格就比较低 利率就比较高 所以就变成说 因为你对长短期 在一件的配套不一样 就造成说 长期率比较高 短期率比较低的 一种现象 也就是说 一般的向上倾斜 就是正邪力的症状 再来最后讲到一个是 流动性的溢价理论 其实这个流动溢价理论当中 它可以充分解释 刚才所讲的三个现象 为什么还要再讲这个 市场的七格理论 无边性一起理论 因为无边性一起理论 跟市场七格理论 可以作为流动性 溢价理论基础 而且透过 无边性一起理论 跟市场七格理论 可以来看出 当你的政策有配奴时 要怎么去修正 那么这个流动性 溢价理论 其实它跟无边性的 一起完全都认同 它只不过加上一个 流动性的溢价 比如说流动性的溢价的定义 就是说 长期再建的利率 是等于 所有的短期 利率的溢价 加上流动性的溢价 加上流动性的溢价 所以这是给这些东西 很重要的观念 流动性的溢价 所以说流动性的溢价 是告诉你 有价证件 价格风险比较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了解 任何长期的有价证件 也利率一定比较高的 这是必然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这一讲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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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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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